糟了 有一次我去祝念 祝念一个 我们也是台北市警察局 退休的一位寻者 在古廷峰级退休的一个寻者 他女友找我 后来我去给他关怀 那死的时候呢 我将他送到忠和一位法师的 那个道场的祝念室去祝念 那么那个天气很冷 这个冬天 我到的时候是凌晨 已经是十二点多了 没有一个人帮他祝念 那后来 他的太太到了 因为天气很冷 他的太太就走到旁边去了 就跟他先生讲 跟他的爱人说 他用国语说 他说闹工天气很冷 你这几天我回家睡觉了 这就是这里讲的 这里经文跟你讲的 众使是至亲至爱的见识 也不容许停留片刻 他还是佛秀偶弃啊 所以你就是为了这个身体造业 然后被他牵累 退了到心 他说你的见识也是这样啊 彼此托这个 大家彼此两个人夫妻都托这个臭皮囊 那你们两个被秦主所困 也不得自由 那彼此又管不了这个身体 也管不了对方 等到五场一来 你们彼此夫妻也替代不得 那平常在眼前 夫妻彼此被一种恩情残佬 换不下这个裙子 把他换作见识 等到你眼睛一闭以后 彼此不相似 你又如果认为他是你的剑属呢 被他所牵累呢 然后退了到心 那你的家产也是一样啊 你在眼明脚健身体 健朗硬朗的时候 你总是斤斤计较的经营 兼贪吝啬地守护着你的家产 你的财富 你说你要把这个家产 用过百千万年 被你所用 谁知道一气不来 一毛钱都带不着 一好就是一毛钱都带不着 一好都将不起 一好都带不着 一点东西都带不着 你怎么可以忘记说 这是你的家产 你被他所牵累 然后退了到心